第七章是談角動量的 角動量有三個分量 我們有這特性 我們從動量跟位置的commitator 我們得到角動量三個分量 三個分量彼此之間的commitator 我們如果有這個量的話 這個量有特殊意義的 我們就得到L平方 我們得到L平方是等這個 我們就知道這個平方 這兩個算幅是什麼樣 是commute的 我們在前面導過 告訴我們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I跟方形 我們把它寫YLM 那推導過程我就不寫了 因為推導過程你們要複習一下 那我這邊寫這邊 是要讓你們知道 這些你們要記住的 但是這些特性你們要知道 就是它的物理意義 這些算幅物理意義 它是把M升高一個 這是減的 把M降低一個 你們知道這個差別 然後另外 這個函數有這樣的特性 就是說它是 就是兩個球血函數 它的積分 對立體角的積分 是等於Chronic Delta 就是這兩個必須相等 LB等L' M等M' 才等於E 其他都是0 另外我跟你們講過這個特性 就對於某個特定的L 你把所有M的 所有M的球血函數的絕對值平方 這兩個相乘是絕對值平方 加起來的話 變成跟與角度無關 就是你把那個 把那所有 本來這些都是角度函數 這都是角度函數對不對 你把這全部加起來以後 就變成球面對稱了 跟角度無關 那我們現在變成是三度空間的Habintonian 這是三度空間 那我們可以 這是直角坐標 然後球坐標 球坐標變成這樣子 角度部分是怎麼樣 角度部分可以換成是L平方的 然後如果 如果未能跟角度無關的話 他的Igon function 可以寫成一個 鏡像部分 乘上球血函數 那最後你可以得到這四值 鏡像部分 鏡像部分的Po函數 就滿足怎麼樣 滿足這個 這個equation 那如果是常識未能 有兩個 一個是A 那這是 這是E大於0 E大於V 然後另外是RL 如果E小於V的話 是用這一組 那這些函數 我不會要求你們背起來 這樣我要你們知道它的特性跟會用 聽清楚嗎 那如果考試的話 有這些函數的話 我會怎麼樣 我會把那個寫在事件上頭 這些特殊函數 我會寫在事件上頭 如果考試用到的話 你們要做到這個 我在上課的時候 是寫這ICAPA 那你這ICAPA跟這個寫法是一樣的 那最後 最後剩下一點點 就一般的特性 叫鏡像的Po函數的一般特性 這是那個Po函數 就鏡像Po函數 我們比如說在原子裡頭 在原子裡頭的電子 它的Po函數的一般特性 它就是沒問題 請兩隻手 沒有問題 恭喜 谢谢观看